- 嘿!YouTube 大家好,我是小日 各位二代台服玩的怎麼樣了呢? 突然想要來整理一下活動劇情 活動劇情其實都蠻短的 所以主要是吐槽和分享自己的想法 這部影片要來整理第一個活動劇情 Trickstar香火 新團閃耀的Big Bang 影片開始之前請注意 影片中出現的一些調侃偶像的話都只是效果而已 沒有任何黑角色的意思 我也是全員退的好嗎?愛他就要迫害他 也會出現輔向CP言論 如果你有雷的CP,或者只是姻女請迴避喔 卯劉在為Trickstar剛接到的工作做準備 工作內容是介紹ES 但北斗等人都表示沒聽說有這份工作 曾序也說如果是工作的話 作為隊長的北斗應該會收到通知 而北斗也查看了通訊軟體裡的所有訊息 但沒發現卯劉所說的工作 北斗表示最近工作量變大了 有時有點忙不過來 曾座提到僱傭經紀人來幫忙管理 卯劉就說不想要不熟悉的人來管理他們 如果小心來管我們的話 我會也要晃著尾巴表示歡迎的 就是你們都這樣想製作人才會過勞 這時北斗為了保險期間 甚至連垃圾郵件的地方都查看了 確實找到了來自英智的訊息 確定真的有卯劉所說的那份工作 這時卯劉提出了一個製作人們也在想的問題 為什麼英智傳出的訊息會在垃圾郵件裡呢 北斗給出的回答是 因為去世所至才跟英智走到一起 但還是沒把他當自己人 畢竟每次英智找他們的時候 往往都不會有什麼好事 這就是你封鎖自家老闆的理由嘛 雖然還是蠻有道理的 這次又會把我們推進怎樣的地獄呢 聽到這句話我還以為又要到了 曾絮模仿北斗說的話 因為北斗不高興了所以回他 你可以模仿別人別人就不能模仿你 你奶奶沒教你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嗎 北斗的回答給了北斗媲免一萬點暴擊 此時針發現卯劉看起來悶悶不樂的 卯劉覺得工作內容跟自己設想的不太一樣 曾絮也說覺得偶像生活比想像中的普通很多 原先還因為太擔心而跟家人抱怨了 北斗也說幾人都是為了適應偶像的生活才會來到夢之校 如果在一所學校裡學到的知識無法應用在實際工作當中 那這所學校還有什麼用處 我好喜歡這句喔 曾絮說自己不擅長像這次工作的網路節目 如果是曾應該能比較得心應手 曾絮也大致分析一下這次工作可能會是什麼形式 並表示因為活動預算是STARPOR給的 幾人並不會有什麼損失 映緻說希望Torikustar可以成為ES的代表 但曾絮覺得自己不太行 畢竟連在學生會都會被新成員大小聲 你們學生會還好嗎 映緻當會長的時候學生會也沒幾個人 快然映緻跟曾絮類似 現在曾絮當會長真的在做事也沒幾個 曾絕的曾絮比較平易近 沒必要做到像映緻那樣 你別跟他一樣我會揍你 映緻日常被同學嫌棄 隔天曾絮在ES大廈的電梯裡遇到了信 曾絮發現信是穿西裝 突然心動了一下 不愧是思想健全的男子高中生 信也以製作人的身份加入了這次的企劃 開始了爆幹的日常 到了事務所以後 曾絮問曾絮不是要處於學生會的事情嗎 但曾絮說因為那些新成員被淘寧罵了以後就乖乖工作了 卯留工作結束以後會去自主訓練 被鬥以演員的身份去參加公演了 曾絮之前則是和人氣遊戲直播主們參加的電視節目 曾絮誇真都可以把信訊應用到工作上了 曾絕說 把興趣當工作會連喘息的機會都沒有 雖然偶夢有很多讓人匪夷所思的劇情 但角色們的台詞卻往往反映現實 曾絮自己想從實況主們那裡問一些關於這次工作的技巧 曾絮提議做ES大廈的美食節目 結果我拿那一隻做了一些奇怪的比喻 被真反駁了 那一隻會去的應該是那種高級的稀釋下午插電吧 阿不對全部會去 曾絮後來在練習室遇到獨自練習的卯留 這張C卷太好看了 曾絮突然覺得兩人之間有種距離感 我在看這個劇情的時候 正在做Torico Star的一代介紹影片 結果我滿腦子都是手電筒手電筒手電筒 兩人在討論卯留對這次工作沒什麼興趣的原因 曾絮認為可能是做了夢之下革命者的 他們一直都在經歷大事 所以對於現在相對平凡的生活感到無趣 又或者是聽音智的指令形式不符合他們的風格 但卯留認為大家的夢想是一樣的 自己想盡力去協助音智 但卯留依舊認為能深入介紹ES這份工作的偶像不只他們 曾絮就提出應該要再重新審視Torico Star的風格究竟是什麼 大家在辦公室裡討論著卯留的問題 卯留猜測可能是積累太多疲勞了 這時曾絮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過去偶像界的超級偶像也就是卯留的爸爸 熱愛偶像的他 卻因為被不時謠言害盜 只得帶著犯罪者的身份離開這個世界 直至SS前 卯留的爸爸都還頂著偶像界的污點這個身份 偶像業界一直想掩蓋卯留爸爸的存在 而偶像業界現在卻要Torico Star開心的介紹他們 對卯留爸爸的道歉也很草率 只專注在報導ES的事情 所以卯留的內心可能不太願意參加這次的企劃 而卯留則是繼續保持一貫的樂觀風格 並表示自己想到好方法了 時間快進到幾天後的演唱會 雖然企劃的準備時間很短 但來的觀眾還是非常多 我們Torico Star一直以來都是這樣對吧 卯留依舊讓人難以解的形容方式 又被北斗吐槽了 真說卯留的說話方式模糊 但北斗總是能理解 北斗則反駁說自己都聽不懂 如果連你們都不理解的話就沒人能理解囉 卯留還是這麼直尖的隊友都要被閃瞎了 總之這個演唱會原本並不在計畫裡 曾序打算先整理一下狀況 被點名的北斗說可以問信 小信可不是我們的媽媽喔 等一下這場面似曾相識啊 可以不要再發媽媽卡了嗎 演唱會到了某一階段時 北斗說要解釋一下這個演唱會的事 大致就是要做一個符合偶像特色的介紹 私人認為Torico Star的資歷上前 但是想將最好的一面呈現給大家 演唱會會邀請ES的其他偶像 會採用夢之校的比賽方式 只要能打敗Torico Star的偶像 就能獲得SS的冠軍勳章 最後Torico Star又恢復了原本閃閃發光的樣子了 作為二代的第一個活動 出場的又是一代主角團 我覺得活動劇情有很大篇幅的提到一代主線 不知道在看這個影片的觀眾 是一代就入坑呢 還是二代才入坑呢 我看不懂日文 所以在一代官服以後 時隔一段時間再次看到二代的劇情 主線有種新鮮的感覺 因為是新角色 活動劇情有種懷念的感覺 再次看到Torico Star打打鬧鬧的樣子 覺得很感動 那在影片的最後問大家一個問題 如果要你找一個組合來介紹ES 你會選擇哪個組合 他們又會怎麼介紹ES呢 我覺得還是Torico Star最適合 他們的方法很好 因為是偶像 在舞台上演出就是最好的介紹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結束 期待下次與大家見面 小日的影片永遠歡迎你們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